这两天有一个引起各界热烈讨论的话题 就是一名华市记者模仿北韩主播李春姬报新闻 戏虐的表达方式引来新闻综艺化的批评 华市在播出隔天立刻公开道歉 并且对相关人员进行惩处 今天也再度召开新闻自律委员会来检讨缺失 而主管机关NCC表示 华市用这种不庄重的态度来播报新闻 非常的不适大体 NCC今天临时提案 要求华市必须到NCC报告 由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如何处理 北韩领导人金正日过世 十九号华市晚间新闻大选情报员 主播梁芳瑜自称梁春姬 播报大选新闻引发各界批评 华市也在二十号的晚间新闻公开道歉 华市新闻虚心接受大家的意见 也甚至检讨 华市新闻部也自行惩处 经理请辞 晚间新闻制作人调职 主播暂时休假 更高层的主管也进行调查 华市上午也召开新闻自律 咨询委员会检讨 做出加强内部新闻共识 肯定公共价值 强化在职训练 提升编采水准等四点结论 NCC委员会也临时提案 要求华市必须向委员会提出报告 对于这样重大的国际事件 既然以这种态度来报导是非常非常不恰当 非常不是大体的 华市可能他的整个的SOP出了问题 就请他来就这个事实来做报告 这个叫做行政指导 NCC表示将在报告后 针对事实来认定 看是否有违法之余 如果有则会提报到 广告节目咨询委员会议上 由专家学者们进行讨论 做出惩处 传播学者也是华市新闻自律 咨询委员会成员之一的陈清禾说 华市这一次的确玩笑开过头了 必须虚心检讨 这种所谓综艺化的新闻的形式的表现 当然不是为大众所期待跟接受的 那既然这次的事情发生之后 大家也做了深深的检讨 那华市内部同仁也做了 一个自律的机制的一种 自我的惩处 那我觉得也对社会做道歉 后续是不是一定要用法律来干涉 我觉得大可不必 陈清禾也说 虽然电视台有收视竞争的压力 但新闻还是应该回归专业 如果因此失去了新闻的本质 这也不是观众热见的